为您更新行程规划 10月1日星期二下午1点半 已为您报名进化图为 无界新零售论坛 活动由知名电商平台CyberBits 与数位时代主办 参与将者包含大型通路企业 跨国社群平台与知名消费品牌 分享新零售新商机 立即点选资讯栏确认行程 期待您的参与 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基本工资确定要调涨 是连续九年的上调 而在这一次的调幅 是超过百分之四 虽然是超过了通膨 但民众还是觉得很无感 因为根本追不上 资产上涨的一个幅度 而另外乐视会最新的报告 也提出说 在十年之内 全球会出现第一位资产 是上兆元的富翁 那么现在贫富差距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到时候恐怕有高达48亿人 会因此变得更穷 而在国内政府 原本要实现居住争议 也盖了很多的社会宅 但是对于抑制房价的涨幅 真的有效果吗 现在也出现了一些 社宅的乱象 包括有开这个千万跑车的人 竟然是住在社宅 而另外来关注的是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高盛说 如果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对于美国的经济 是更加有利的 反倒认为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这个GDP可能会掉百分之零点五 而现在是应该要去布局 贺锦丽概念股吗 另外在高温的部分 日本在今年夏天 真的非常的热 也引发了猫鼠大战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日本 市内的游乐园 这个三六欧的 这个Hello Kitty乐园 竟然吸引非常多的人潮 反倒是在户外 这个迪士尼乐园 现在人潮反而因此变得比较少 而另外来看到 这个高档旅游 在业者的部分 推出了到纽约曼哈顿 去开箱豪宅 要价竟然高达八十八万台币 到底有多奢华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资深海外特派龚邦华 大家好 财因专家游廷浩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林玉凯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廷浩 这个基本工资呢 确定要调涨 已经连续涨九年了 在这一次这个调补也不错 超过四% 那为什么很多人 还是觉得根本无感呢 没错 今年的通膨预估 大概在2.5到3%之间 所以如果我们从实质薪资来看 也就是把明目薪资的上涨去剔除掉 真实的通膨 看起来是正值 那就代表着今年好不容易失资 薪资翻证了 可是我们也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情 这个四点零八% 他讲的是最低工资 就一般人老实说 也不是这么多人 都是领最低工资 所以如果你是领常态的薪资 中位数的话 也许涨幅并没有特别的亮丽 这要观察的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二三年 台湾台北股市整体获利情况 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好 那现在今年的薪资调涨 主要来自于去年 那虽然今年感觉业绩都开始有所发力 可是那要到明年的调薪 才会有所发酵 所以我们真实观察到 是从最低薪资 以及从最低时薪来看 这一波最低薪资 是从两万七千 七千四百七十元 上行到两万八千五百九十元 时薪的部分 则是调涨了三点八% 从一百八十三元 调涨到一百九十元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当时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 曾经在最低工资增幅 有所递换 主要是反映在二零二零年的情况 所以我们讲说 通膨虽然是落后反映 但他大概就落后反映 一个季度左右 可是薪资 他会反映一整个年度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即便明年景气 有可能发生拐点 有可能明年景气会有变化 但是明年几乎薪资一定调升 为什么 因为今年经济 股票市场 房市资产涨太多了 所以明年有持续推升的动力存在 好 那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那怎么感觉好像也没有说 自己的购买力变多强 对啊 这是最直接的体感温度 原因就在于 第一 我们讲的实质薪资的翻证 才刚刚翻证 还没有让你的购买力 有那种显著的提升 为什么 因为已经产太久了 你已经习惯那个薪资 被通膨吃掉的时代了 我们举例来说 当时在一九年到二零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波非常明显的薪资拉升 他主要来自于 当时的供给性通膨 通膨一来之后 的确是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所以薪资做了大比调升 可是我们看到在二一一年 二二年 二三年 即便资产价格持续的上行 臺灣的景气走向了过去几十年来 相对亮丽的几年 可是你看到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的绿色柱状体 都在临走以下 就是我们讲的实质薪资的增长率 其实都是负质啊 对 为什么呢 明明明目薪薪资 每年都还在创高啊 可是红色线 实质薪资却直接持平 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 过去三年通膨太快了 快到把过去几年的 实质薪资的拉抬 全部都吃掉了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好不容易才露出一点点 才刚刚开始复苏而已 所以铁杆温度的增长 大概预估也可能要两个季度到三个季度 你才会发现薪资好像成长上来了 可是刚才也聊到嘛 这个薪资成长也并不是所有的中位数 他更多反映的是在最低薪资和最低工资身上 所以他更为直接反映的是什么呢 是中小企业组的老板 你可能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薪资被调升 他已经由于法规的原因 发现自己的利润被压缩了 很多饮料店的老板 这两年已经缺工缺得不得了 很多便当店老板每天都在缺工 这个时候薪资还要有所调升 人力成本更高了 所以他可能造成的第一个结果 可能不是大家体感温度 觉得经济变好 然后薪资变高 第一个产生的结果是日子 好像变得更难过了 感觉更缺工了 更缺料了 好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呢 来自于相对剥夺感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体感温度 即便你也知道每年都在调升 已经调升好几年了 还是没有那种财富的跃升 主要就来自于资产价格 上行的速度 大大的超越了劳动力 给予你薪资增长的速度 所以资产价格到底涨得有多快 没错 我举例来说 你像热石会的预估 就认为世界上第一位造元富翁 将在十年内诞生 现在全球富豪是谁 马斯克 大概总价大概是 应该讲个人财富 两千五百亿左右 增加 那我们讲说 按照目前科技股的增长速度 已经不符合七二法车 大概符合五二法车 什么意思 以前是七年 大概资产会翻一倍 现在大概五年 就会翻一倍 所以两千五百亿 大概过了五年 到二零二九年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五千亿 到二零三四年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已经来到一兆了 所以如果他的资产增值 就符合他 接下来科技股的长期推延的话 那很有可能 他就会成为第一个兆元所富 那他彰显什么事情 彰显的就是资产价格的上行 导致了很多人 其实他的工作能力 没有多大提升 他也导致他的总资产上行 速度正在快速加快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从吉尼系数来看 根据国库报告 一九九一年 当时台湾的吉尼系数是零点三一 现在是零点三四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前面百分之二十的个人 拿来跟最后百分之二十 总财富的个人来进行对比 过去是接近五倍 现在已经来到六点一五倍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用家庭总财富来做统计的话 你会发现 在一九九一年 总家庭大概最有钱的百分之二十 跟最穷的百分之二十 总财富大概相差十六倍 现在高达多少 六十六倍 它是翻倍再翻倍再翻倍 这就足以彰显着 我们现在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一个就是对于通膨的感知能力 由于过去通膨上行速度过快 导致明目心知的上涨 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 那第二种效果 是来自于资产价格的上涨 不管是股票资产的上行 还是房地产资产的上行 我们看到张图表呢 是台北股市 当时从零一年到现在 已经涨了接近有五倍 四千点涨到两万多点 然后新一房价指数也是一样 涨幅大概都是四倍到五倍起跳 那换句话说 它就导致了这种 我们讲的这种贫富 这种贫富差距或者这种不对称的心态 持续的发酵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最好的做法 第一个普通人就要嘛 就赶快参与资本市场的行列 你必须要了解到 你要投资才能够追上 真实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薪资层面 必须要实质的发力 不要觉得说 你好像今年薪资 多了一千块 多了两千块 正在稳定增长 如果只多一千 多两千 你其实最后还是被通膨吃掉而已 必须让自己的薪资上行速度来得更快 好 不过我们要请教廷 其实乐视会这个预估也说 有四十八亿人会因此变得更穷 这会不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导致整个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等于有钱人有更多的钱 去买更多的资产 所以他们会越来越有钱 那么房价的一个高涨 穷人是越来越买不起 没错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 在这一次的国富报告当中 就有特别提到 国人财富快速增长的关键 很多人以为可能是有价证据 买到了台积点 但事实上过去二十年 具体回正的话 大部分还是依靠房地产 但是我们讲说这叫纸上财富 为什么 因为股票资产 你可以进行流动性的变现 但是房地产 你自作的涨了 你卖掉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住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房价都已经涨高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具体了解到 在新清安这波政策发酵以后 房价的持续上涨 你也看到 这个国家各大政府部门 都采取了相关性的政策 尝试着让本轮的上涨 更加均衡一点 尝试的让市场的房地产交易 能够回归正常常态化机制 我们举例来说 最近金管会 有配合着财政部和央行 也发表了声明 认为不动场的放款资源 我们都很清楚 前阵子房地产市场 很明显正在进行房贷收缩 这一波他已经很明显表态了 必须优先提供给首购 无致用住宅者 以及以承诺贷款类 这三种人 换句话说 已经承诺的 不管你是第几户 你已经对保的 一定要拨款下去 那第二种 你是首购 或者你没有自用住宅的 你都应该要优先办理 那基本上就意味着 央行财政部 金管会态度 已经站在同一个阵线 就是首购族的政策 是不会停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会观察到的迹象就是 最后央行 如果持续要进行紧缩格局 央行目前还在紧缩 他还在升息 他就不会往首购族的方向打 他会打哪里呢 可能打第二户 可能往土建农的方向来做前进 那我们就想了 如果市场上真的 如果新清安这么多人上车了 未来可能形成的违约风险 央行还敢这么紧缩吗 我认为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看台湾房贷 整体占总放贷的比例来看 现在的规模几乎已经回到跟当时次贷 规模一模一样 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现在在总贷款当中 房地产的炒作情况 占总放贷的部位 差不多就回到接近零七年零八年 就是现在如果从不动产放款来看 其他部门的确也在借贷 可是不动产贷款特别高 就是大家借的钱 大多数都不是进行股票 质押的信贷借款 或者说纯信贷借款 都是拿来买不动产的 都是拿来买不动产的 他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零七年零八年的状况 有可能会引起一定的风险 那你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用力打 那不是又让他泡沫破灭吗 就好像当时一样 让房价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但事实上 本轮特别的地方在于 房地产的违约率特别低 就代表着 现在虽然大家在买房 可是大家都还付得起 因为现在有宽限期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现在整体台湾购置住宅贷款的 唯一率只有零点零七 可是零七年当时有一点六二 所以什么意思呢 央行想要解决这个住宅贷款 在不动产的集中领域扩大 或者说不动产领域当中 占比过大的问题 他想要打这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就用平均总价来看 就是通常他们买入之后 卖出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台北市的部分 今年卖一户是多少 就净赚三百六十二万 一三年的时候 他才赚两百四十一万 也是赚了 但现在也赚太多 越赚越多 新北市从一百二十五万 现在每一户大概赚三百六十一万 跟台北市差不多 桃圍的部分赚三百二十五万 最扯的是大新竹 大新竹的部分赚了八百一十万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一定要让市场能够 转手获利的金额有所抑制 才能够尽量抑制市场炒作的氛围 所以过去我们讲的不管是五年内的这个禁止转约 或者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降低流动性的相关政策 其实目的都是在尽量降低借由房市能够短期致富的可能性 同时让大家能够上车推行行情案 好 刚才我们看到是在房市的部分 当然在房市如果真的有出现炒作的情况 恐怕就是会加剧整个贫富差距的问题了 当然在房市之外 大家也最关心的就是在股市的部分了 那么今天是中秋节 那么大家都很关心 每一年都会听到 玉凯 中秋变盘说 但是是往上变还是往下变 真的很重要 是 好 因为时间到这节股点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其实我说有时候投资很无聊 你是到什么清明端午中秋 不然就春节 大家都担心说是不是要变盘了 是 其实他就是一个节气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个实际的证据 告诉大家 其实不存在所谓中秋变盘这件事情 没有中秋变盘 没有中秋变盘 大家不如就是在意一下 就是说自己中秋少吃一点烤肉 不要变胖 要实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统计过去十年 二零二三年到二零一四年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是在中秋之前 历年的表现是怎么样 有跌的 有涨的 涨跌互渐 对 涨跌互渐 大概上涨几率四成 好像还好 那如果我们再往后面 中秋过后就统计 后五天 后十天 后十五天 也就是一周 两周 三周的部分 好像六成 五成 五成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那我们再看他 有沒有什么所谓变盘的关系 是不是说现在跌 之后一定涨 或现在涨之后一定跌 好像有时候跌完又涨 有时候跌完又跌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规律可许 对 所以其实光是这个表格 过去十年已经告诉我们说 中秋变盘这件事情不存在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规律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在哪个地方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号 前十天呢 跌了三点五五个百分点 可是后面的行情 表现还不错 都是涨的 对 然后二零一六年 中秋节前表现不错 可是中秋节后呢 继续不错 也是续涨 对 那规律在什么地方 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六年 每次只要遇到所谓的大选之年 其实中秋过后表现往往都还不错 这两年的差别就是他们有大选 对 那刚好现在又来到一个四年一次的这样的循环 所以我觉得说今年又在这个联准会 其实已经开启降息循环 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第四季的行情 或许是值得期待 过完中秋节 大家还是在等美国联准会 到底会降多少 然后接下来又有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今年也许中秋过后的行情 我们是比较可以偏向正面期待的 好 不过再请教一看 那如果说这个行情的话 其实有涨有跌 那么个股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去挑选 好 因为其实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第三季的季 我们可以开始把眼光放长一点 第四季以及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我们可以去布局哪些标的 那我们今天带来一个是比较 大方向的一个选股逻辑 就是说呢 因为其实在七月八月 一路到九月 其实我们承受了很多这种行情震荡的这种股虐 对 那这时候我们来挑什么 什么叫抗震首选 二低一高股 什么叫二低一高 左右半边 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来 左边的二低一高呢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低本益比低位阶以及高成长性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本益比要低一点 然后获利你要有基本面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先从左半边看起 我们知道说低本益比然后低位阶高成长性 那就是肌油股嘛 那低档我们现在看巨翔 因为我们以周K的角度来看 确实好像现在位阶并没有很高 那巨翔他是做所谓金属冲压的 其他的产品很多元化 包含说什么有瘦瘦针 我个人不需要的瘦瘦针 他有做 那现在有所谓AI的领域 然后呢 重点是什么 高成长性 其实今年他的上半年呢 EPS二点五五元 历史的高点大概是五块 也就是说呢 今年应该会创历史金刚没有问题 今年预估全年度 EPS是在六块钱 重点不是今年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半年了 我们开始要看明年跟后年 具象明年的EPS 目前法人估大概是九块钱 所以已经展望到明年 二零二五年了 是的 展望到明年了 那明年六块跳九块 等于是五十趴的成长 对 已经很惊人了 后年的展望也出来了 后年的话呢 其实EPS大概可以看到十四块 其实我们光看到这几个数据 这样跳六块再到九块 再到十四块 其实每个年度都是四成到五成 的一个高度成长率 对 那其实呢 如果说我们以具象这样的金属冲压场 本益比我们给予至少可以十二倍 到十五倍来看的话 其实你说股价来到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元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范围 那现在来说明显的这个位阶 是有一些低估了 好 那第二档 我们来看大家非常喜欢的鸿海 那确实鸿海去年没有什么涨到 去年广达尾冲压涨的时候 也没他的份 可是他明明端很久 对 他明明就是伺服器里面份额最高的 那今年也跟着这个挥达的一个震荡 所以说股价稍有影响 从两百三十四块一路往下刹 可是刹到这边 我觉得一字头的鸿海 已经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价格 怎么说呢 只要是一字头的鸿海 都是甜甜价 都是甜甜价 好 那逻辑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其实鸿海 我们知道上一次的法说 他有讲到 大家担心说GB200 是不是还有这个肉水的问题 没有办法改善 那其实鸿海方面 他是说第四季可以做到小量出货 明年第一季的出货顺畅 量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也是因为稍有延宕 所以说鸿海在明年的EPS 是从十四块多 有稍微上调到十五块 十五块是明年鸿海的一个EPS展望 好 那十五块 我们说现在的鸿海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纯代工鸿海 以前你只能给他十到十二倍的本益比 所以说他的股价 大概就是在一百 最多来到一百二这个极限 可是现在呢 现在鸿海不同样了 十五块 另外我们至少我觉得最低最低应该他也应该要享受到所谓十五倍的本益比 所以说两百二十五元 这个是我认为鸿海比较合理的价格 很多人会觉得今年鸿海其实涨蛮多 但如果从他的获利本益比去看的话 那其实真的还好 其实真的还很低 对所以鸿海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中长线的留意 是好 那右边这两档呢 我们要用比较不同的角度下去看 因为惠特 我们说哎呀高高在上 你跟我讲说这个叫做低位阶 你不要骗我看不懂 好其实这两档我们要讲的所谓是低的营收 低的EPS 但是同样是高度成长性 因为以惠特跟高利来说 目前他已经公布的营收跟半年报 其实你看不出太漂亮的数据 尤其惠特他上半年还是亏钱 那这个是后世看好的吗 是后世看好的 惠特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是他的这个成长 我们讲亏转赢的题材 因为其实前阵子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万润嘛 现在单子已经满出来了 因为扣博士订单一直供不应求 其实今年翻倍 明年可能还要再翻倍 那满出来怎么办 已经满到给惠特来做接单了 那其实惠特其实现在产线也已经快满了 今年今年怎么办 为什么上半年还是这么惨 因为其实营收跟整个获利 还没有贡献进来 所以说有可能我们在明年年初 会看到就是说营收数字 以及获利数字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现在数字还没有看到 可是展望在未来 所以说好像位界已经很高 可是其实他还是具有高度成长性的一家公司 这大家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好 那高利的部分算是有点稍微偏冷 可是跟鸿海的状况一样 他今年的第四季 对于这个灰达伺服器 已经可以做到小量的一个出货 明年第一季量产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高利的EPS稍微比惠特好一点点 可是说好也对不起 他这个动辄三四百块的一个股价 可是重点是什么 从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这个也是高速的一个成长 所以接下来成长性 也会在今年第四季 已经明年的上半年看到 高利市场股票距离前高还有相当大的流乱距离 现在这个未接近于把握的话 还有四到五只涨停满的空间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刚刚以台队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大家都会说中秋变盘 说很担心在过了中秋节之后 整个盘势会不会出现比较震荡这样的情况 但目前呢 其实已经到了下半年了 可以开始来展望 接下来这个业绩看好的一些个股 好 当然股市的一个变化呢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还包括了在今年十一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要请教邦华 现在高盛就直接点名哦 他们是看好 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比较有利 对 高盛呢 是华尔街中的精英 对 这篇报告 我觉得也太直白了一点 就只是指说 如果川普当选会影响 影响GDP 对 会拖累经济 然后呢 贺锦丽当选的话 对经济的表现呢 还会或许会有成长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觉得 对 一般会以为哦 你看川普不是呢 对富人比较有利吗 对 主张富人减税 你会说华尔街这些人 应该要支持川普 结果不是哦 因为有两项政策 是让华尔街非常感冒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川普喜欢打 这个关税战 购卖战 这是促成通膨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 另外呢 川普又反移民 可是华尔街的人非常知道 移民对于美国整体经济 有巨大的贡献 是 对 所以他们觉得贺锦丽胜选会比较有利 那我们知道民主党是大政府嘛 他多支出 然后他对于一些中小企业 他现在要提出一些租税的减免 所以他们分析之后 他们就认为说 如果说是民主党大获全胜的话 平均每个月的就位人口 会比川普高出一到三万人 这是他们所谓的分析 其实说川啦 就是华尔街支持贺锦丽 就是这样 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比较挺民主党的 没有错 那贺锦丽当然知道 虽然说华尔街是这样 可是跟一般铁锈州的这个选民的感受 就完全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贺锦丽 渐渐推出一些他的经济方案 有关富人税上面 他最近就提出来说 针对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群体 要征收百分之二十八的资本利得税 你会觉得二十八很高吗 没有 因为拜登原本要三十九点六 所以二十八趴已经是还好了 因为现在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你可以看到贺锦丽 在这个方面 他没有完全按照拜登 他有个独立性 他提出来是比较中间路线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川普说 他仇富仇富这个力道 我觉得就会比较少了 对 因为拜登的三十九点六 都将近四十趴 是啊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 是 然后他又提出说 要奖励美国的创新者 比如说他把这个租税减免 从五千块美金提到五万块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他现在要释出的在经济上 所谓政策上的牛肉 就渐渐提出来了 显然他们知道在经济上 他要说服选民 好 那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幻想 为什么 对外的话在这个抗中的大旗帜之下 贺锦丽当然就是会延续川普的 延续拜登的 对什么政策 就是保护主义政策 对不对 这一点其实拜登 与川普比较起来 好像有时候拜登更狠 不是吗 对 所以日前就有一个议题 就是日本的制铁 他们要买美国钢铁厂 这个东西其实讨论蛮久 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传出这个消息 可是贺锦丽是没有表态 他最近就表态了 他说他不赞成 他是希望美国的企业 美国钢铁厂还是应该由美国所拥有 他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就业率吗 因为其实他们是溢价去买 条件感觉还不错 事实上如果不买的话 美国钢铁厂搞不好要关门了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在宾州 而且宾州的这些工会很强 他为了对他为了要争取一些比较低阶层的选票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这样讲 可是这个保护主义 我觉得一直会延续下去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 因为最近出现了所谓的贺锦丽的概念 非常有名的Jeffrey 这个很有名的 他们策略师的团队 他们就分析哪些是贺锦丽的概念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是基于一些 其实就是保护主义的概念下的概念 比如说他希望原料 比如说钢铁木材 这个泥土等等 是用美国的 所以他认为工业股 接下来会是看好的 跟工类相关 然后他也希望有一些供应链 又是回到美国 因此他提出的概念股 还包括英特尔跟德宜 英特尔跟德宜 对 好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拜登 他最骄傲就是他的晶片法案 那其中他对英特尔 他提了多少 将近两百页 就是这包括给他们的补贴 包括给他们的贷款 有这么高的 就是要希望英特尔能够重新 对不对 强大 所以从这点 我觉得台湾真的不要对川普 或者贺锦丽有太多幻想 因为接下来他们这种保护主义 我们作为这个办法 不管谁当选 他们都会继续这样的保护主义 对对 所以供应链会脆片化的下的结果 我们台湾怎么应用 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关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讲到股价 川普最近的行情真的不太好 是不是根据很多的一个民调 包括像是在摇摆州 其实贺锦丽感觉声势都有上来 有 其实川普自己他就拥有 那个媒体科技公司 他自己有这个 所以我们的就叫川概股 结果最近他的表现非常不好 他一度还是有十八美元 你看这边十六点 他崩到历史新低 我们知道这个股价或者赌盘 就是展现你行情 那这个赌盘显然就显示出 他最近的行情不太好 为什么呢 他在七月中旬 他遇刺未遂的时候 你看他赌盘一度上升到多少 将近七成 认为他会当选 对不对 现在这个胜率掉到四十八 掉得好快 对对对 所以他的股 他的这个自己公司的股价 他也也跟着掉 是 不仅如此 你说母鸡如果不够强 会不会影响到小鸡 会 当然会嘛 是 因为我们这次的美国 总统大选还要选什么 众议院 还要选参议院 现在呢 美国那个Political 这个是非常喜欢爆料的杂志 他就爆料说 共和党内众议院最大的 这个超级行动委员会 他就说 一直告诉那个Donuts 就是捐助者说 我们钱不够钱不够 要有再多三千五百万 才能跟民主党竞争 因为他们现在 你要从这个竞选广告上面的话 民主党花的好多 在关键州有的州 民主党花的这个 他的竞选广告 是共和党的十倍之多 所以现在已经民主党 整个气势跟之前拜登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花钱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贺锦丽 贺锦丽投入选举之后 到现在他募多少 五亿四千多万美元 台币一百七十二亿 对啊 这是创下美国选举活动 史上的记录 刷新记录 那我们也看到了 川普正义也宣布了 他们在八月份 目得了一点三亿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个一点三亿 跟他这个五点多 比起来真是有 没办法比 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是 可以看到 从关键州他们花钱的气势来讲 以及多少来讲 我们这也可以看出来 有一个非就是 看觉到这个贺锦丽的声势在上涨 然后呢 川普的声势在下降 有点此消彼长的感觉 对 此消彼长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之前拜登要选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这个呢 参议院一定翻盘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会不会翻盘 就是很难讲 然后众议院的选战 非常的激烈 所以有没有钱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好 刚刚邦华带 我们看到是在美选的一个部分 不过刚刚有特别提到 这个股价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留意到 这个股价呢 像是这个Halo Kitty的三立欧 在公司的一个股价的部分 陈彦他们今年真的是 飙涨得很惊人 九成以上 而现在是因为日本天气 影响到他们的股价吗 其实我们没想到 就是说气温既然会影响到股价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今年七月日本海外的游客数量 是三百二十九万 创了历史记录 那因为夏季的温度上来以后 到了游乐园 你会选户外还是室内 室内啊 一定室内嘛 如果你在室外 是不是还要撑一把伞 那怎么玩呢 结果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没想到跟户外有关的主题乐园 像东方乐园也好 或是富士急行诸事会设 这是富士急高原的乐园 其实今年股价的跌幅都不小 两层到三层将近四层 游客减少吧 没办法太热了 而且我问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在相对比较热的 这个气温下去玩这些户外的设施 有 那个手放上去 就烫伤 你排队排个一两分钟摸头皮都是烫的 对啊 吓死了 然后再玩完变卷法了 都烫法了 那可是你看像室内的像三立幼这些 股价非常惊人 因为真的游客就蜂拥往室内玩 而且又有冷气 今年大概涨一倍 我觉得只要气温一直降下去 九成以上几乎都翻倍了 股价基本上应该会一路向上 那保龄球馆电话中心 最翁之翼不再久 重点就是有的玩冷气 你看股价也涨了五六成 当然我觉得高温对整个旅游产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举例 夏天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 可是其实还是有分很热跟不热的时候 你知道泰国今年户外活动 减少五十五天 埃及也是很热的地方 你骑骆驼啦 看金字塔啦等等 六十八天减少户外活动 所以基本上 现在大家开始往哪边走 不去地中海 地中海很漂亮 可就是热 减少多少 10%耶 去那里 去捷克啦丹麦啦保加利亚 这种相当凉的地方 往东欧跑了 甚至我觉得到北欧 到冰岛 对 哇塞 北海道 这个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当然在日本 我们讲北海道 我们就来讲日本 日本今年因为太热了 你看小学国中高中 现在他们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气温的问题 就是你不能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标准 因为大家会参加很多学校社团 怕会有热伤害 那就怕中暑 对 基本上他现在规定 三十一度以上 原则上他也不敢强制要求 可是原则上是禁止所有的运动 不管你要练习还是正式的比赛 可是其实你不要觉得说三十度以下就OK 实际上有调查 三十度以下 如果你湿度高于六十度 也是很容易中暑 体感温度也是很热 这个很麻烦 那南韩也热 所以他们现在 甚至晚上还超过三十度 晚上热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海水浴场蜂涌而入 那现在首尔一个小学 他说既然这样暑假 我们把学校改成游泳池 你觉得怎么样 水上乐园如何 所以这个是超常改建的 对真的太热了 真的太热了 你可以想象 那西班牙因为现在也太热了 三十几度的高温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 那个滑雪场 滑雪场 一天就一千八百人滑雪 太凉太舒服了 所以我觉得温度真的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暑假大家出游都会慎选地方 太热了都不太干 没错 但是高温对某些地区来讲 也产生很大的问题 像四川崇敬 温度太高 那你温度高 比如说你又没有下雨 你没办法降温嘛 它是连续多天都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 没错那怎么办 四十度太热 那他们就实施人工降雨 那实施人工降雨 也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雨没下 或是雨下了气温没降 或是产生这种所谓的 这种风灾的效应 所以你知道 人工降雨到底有没有让他们降温啊 基本上你去想一下 如果你人工降雨的过程当中 时间很短 然后又引起了这个 他说风力你看最高达到十二级 其实反而更热 而且我讲人工降雨 除了没办法降温之外 可能最严重的是什么 这个是在二零二零年 这个在福建宁德市 也是因为缺雨就人工降雨 结果没想到把自己给淹了 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吗 没雨就算了 我本来是干旱 结果人造雨没有控制好 下一个淹掉了 直接自己把自己给淹掉 但是重新也是 然后人工降雨之后 结果变得很像刮大风 像颱風一样 所以这个控制的问题 那现在大陆的这个气温的问题 也影响到了 接下来 因为我们讲中秋节 过去气候比较凉爽 现在中秋节都吃大闸蟹 没错 对不对 叫秋蟹嘛 结果没想到现在 养殖大闸蟹的过程 死亡率既然翻了一倍 从本来百分之十以下 变成超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因为水温要在三十五度C 比较合适 可是今年都超过四十度 太热了 所以今年 你如果真的要吃大闸蟹 可能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可能价格就会比较贵 第一个价格比较贵 第二个是品质 是不是相对有那么好 就不晓得 因为温度确实也会产生问题 再来包含了北方的干旱 导致 你看哦 惊吓就出现暴雨 因为过去都干旱嘛 谁会去想会下暴雨 结果一下暴雨 农田都淹没了 所以蔬菜 黄瓜啦 卷心菜啦 这些基本上都 就没有收成 所以价格暴涨了四十% 所以我觉得今年 这种极端气候所带来的 不管是旅游业的变化 或者是农产品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持续在影响着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要来关心 为了落实居住正义 政府也是盖了一些设宅 但是对于抑制高房价 真的有效果吗 现在甚至还衍生出了一些乱象 我们稍后来关心 为了要落实居住正义 政府也盖了许多的设宅 包括像台中最大的设宅 要动工 另外像是在新北市 也有六处的设宅 开放筹钱 不过我们要请教挺好 盖这么多设宅 对于抑制高房价 真的有效果吗 设宅是必定要盖的 你像台中这一波最大的设宅 叫做诸室圆满好宅 听起来就好吉祥 现在动工 预估可以提供一千零八十五户 但是要到二九年才会完工 那新北市今年下半年 也会有六处是会住宅完工 其实在内湖就有蛮多地方 是这两年才刚建好的 那我们要了解 到底建设宅的用意为何呢 要抑制房价有两整角度 第一个叫减少需求 第二个叫做增加供给 怎么减少呢 通常要减少 通常都是由央行端来主导 也就是你要么提高利率 让人家不想买房 要么就限缩房贷成数 让人家不买不想买房 以此来借由货币面 央行的政策来减少需求 所以我们才讲说 央行长年期的低利率 为什么会造就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因为欢迎大家买房 那你把利率调高 当然需求会减少 那目前来看央行看似也建立了 但是他也不能升太快 毕竟央行采取的是浮动利率 那如果要从供给端着手 要怎么办呢 要扩大供给 大量的设宅建立 大量的设宅建设 最终才可以导致 如果人人住设宅 就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 那也许就不需要买房了 因此而减少更多的需求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一直截止到这两年为止 一直截止到今年七月三十一号 目前新完工大概有两万五千户 新建中大概有四万一千户 总计大概是十万户左右 在二五年会相继来做启用 十万户多不多 其实蛮多的 可是问题在于 有很多早就已经有人住了 那第二件事情 每年台湾对于新房的需求 我们讲的那种新城屋 大概就是九万到十万户 如果是总房地产的总交易量来看 都是三十万四十万户左右 所以他有没有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能不能到撼动 我们大概会仔细探讨 但是这个比例看起来 新建率其实还并不够大 我们举例来说 世界各国的社会住宅的比例 你看到像是在荷兰的部分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四 这就真的很高了 他可以非常明显地 抑制住房价 为什么 一百间房子 就有三十四间是设宅 三分之一都是设宅 对 那又有国家的保证 那我基本上等同于 我可以一直找到租的房子 虽然我是租的 可是我可以一直找到 国家为我提供的房子 那你像是香港的部分 二十九percent 但问题在于 即便香港公共那么多 人口还是太多了 所以他导致的就是剩下的房价 有显著的拉動 所以香港房价还是贵 沒錯 其他像是英国丹麥 或者欧系国家 普遍大概在一成五 到一成左右 那你现在看到臺灣 大概零点零八 比例好低 所以臺灣建的设宅 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事实上有些人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臺灣地实在太少了 或者说私有地太多 都别人的地 我怎么可能去拿别人地 來蓋设宅呢 但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 臺灣在地方政府层面 賣地收入是非常高的 我們舉例來說 在整个二零二一年 當時桃園的受地收入是多少 三百亿臺币 政府賣地賣了三百亿 那拨了多少到设宅 預算五十亿 臺中的部分賣了兩百亿的地 设宅預算是三十亿 高雄賣了一百五十亿的地 设宅預算是二十亿 臺北的部分 稍微比較高一點 受地賣了一百三十亿 有一百三十亿投入设宅 新北的話 受地收入是一百亿 设宅預算只有三十亿 所以他就彰顯了一個跡象 就是在過去八年 除了臺北市進度相對不錯以外 大多數地方政府 各地方縣市 老實說新建设宅的速度 是非常緩慢的 為什麼 根本就沒有預算 坡道設在這一塊 所以你光是過議員 你光是過立委 這一關 難度就已經很高了 我們舉例來說 像臺北市在過去八年 當時內政部的設定目標 是兩萬六千戶 最終在過去八年 進進兩萬戶 其實表現也不錯 達成率有七成八 新北市的部分 當時的預估是三萬三千戶 而且新北市應該是重鎮 因為並不是人人都可以住臺北 很多臺北新北市通勤的 最後達成只有八千八百三十七戶 達成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達成率不到三成 桃園市的部分 當時設定的目標是一萬五千戶 也有很多是桃園 臺北通勤 結果達成率最後是七千一百九十五戶 達成率只有四成八 台中的部分預估是一萬一點四萬戶 結果最終只有七千戶 桃園預估七千戶 最終是一千七百戶 高雄一萬兩千戶 最終只有兩千 台南高雄達成率 也都只有兩成多 沒錯 所以你可以彰顯的明顯了解到 在過往一段時間 社宅的確 好像是政府推行的重要方向 這一次賴政府在 不管是在針對央銀行的現代令 發表談話的同時 也針對了社宅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口 可是我們看到在地方政府的部分 感覺好像新建的意願 或者進度稍微比較緩慢一點點 所以社宅有沒有用 長期來看他一定是有用的 為什麼 長期人口是在少死化的 如果持續的擴大攻擊 一定有幫助 但問題就在於 這個擴大攻擊的速度 如果比我們想像中慢太多 也許對於短期的房價 就沒有太大抑制效果 不過蓋社宅的話 是不是現在也出現了一些亂象 就民眾反映 自己社宅裡面竟然有出現 他還開這個上千萬跑車的情況 對 你看最近就是爆出央北的社宅 地下是停滿了千萬名車 那我們也知道 現在 都可以買得起 千萬名車 沒辦法買房子 還要去住社宅 對 所以我們要仔細觀察 那社宅到底有沒有限制 社宅當然有限制 可是問題 他的限制往往只要在 我們講的年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下 你都可以來進行購買 什麼意思 不是購買 就是這個來 申請要住社宅這樣子 那我仔細看了一下 你像是臺北市的部分 如果他是用家庭年所得來看的話 多少以下就可以申請 家庭所得是一百六十四萬 等於夫妻兩個人 你只要年薪兩個加起來 沒有超過一百六十四萬 你就會申請 他才會形成一個狀態 就是可以申請的人 實在太多了 他無法照顧到真正的弱勢 尤其真正的租金價格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真正的弱勢 他也租不起社宅 我們舉例來說 你像我們在內湖露營 對不對 我們就看一下內湖瑞光社宅 社會住宅的租金表 如果我們以這個三房 假設是一個家庭來看 年所得低於一百零四萬 可能已經 收入已經不是特別高 兩個人加起來 他的租金到多少 兩萬九 我們當然知道內湖的這種坪數的住宅 大概可能也要四萬塊左右 可是兩萬九 老實說也不算低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們以為社會住宅會有很大程度 包含的弱勢 但其實大部分的中產都有能力可以去申請 所以就會造成在社宅的供給量極度縮小底下 形成了社宅申請人數實在太多了 還有到三萬四千七百塊 對 當然還有更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家庭年所得越高 你就要付越多 所以政府的確還是有進行把關 但問題在於極端弱勢 似乎也不會去申請社宅 所以我們長期要思考的方向是 第一 如何把供給量的速度 提升速度快一點 這是第一個 觀察重點 要不然按照過往的進度 那社宅肯定不會有太大影響 那第二件事情 必須要把華人認為有土私有財的概念 讓他在心裡當中瓦解 要不然很多人認為 我就算租到仍然又怎樣 明年我還租得到嗎 後年 過五年 過十年 所以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要讓他知道 你永遠都有地方可以住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當然很多人會去追捧社宅 但其實護國神山 台積電也是 台積電在先前七月 創一零八零的這個歷史新天價之後 股價就出現了回落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操作呢 我們稍後來關心 台積電股價在七月 來到了一零八零的這個歷史天價之後 就回落 而且還有跌破九百塊錢的 我們要請教玉凱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價位 是最佳的買點 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股災過後 最適合做的事情 就是價值投資 特別是像台積電這種 連上帝都認同的好公司 那因為其實台積電 現在已經是國際級的企業了 所以其實各大的外資 都會對外積電提出所謂的目標價 以及未來幾年預估的一個EPS 那我們來看小儀 目前我們最新update到的 就是從花旗到摩根史丹利 大概是一千五到一二二零元不等 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呢 未來幾年成長性有多高呢 當然有時候我們講說 EPS 各家估出來都不一樣 會有所謂的最高值跟最低值 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最高值跟最低值 其實落差會比較大 有時候一個年度 可以落差到二十幾塊 這很誇張 所以其實我們怎麼抓 我們看平均數 或者是中位數 其實這個數字 落差就不會到太大 是 好 那如果說我們這樣看的話 今年的台積電 大概是四十出頭 明年到五十出頭 後年到六十出頭 那其實二零二七有點遠 我們就先略過不看了 所以說每年是至少十塊錢 以上EPS的成長 那這是高度的成長性 好 那其實因為現在時間 已經來到了下半年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外資的目標價 是怎麼估的 其實他大概會以明年度 二零二五年的一個目標價 好的 EPS 來做一個推估 因為股價會先反應 對 會先反應 好 那怎麼看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 為什麼花籍可以給出一千五百元 那為什麼有的一二二零元 對啊 因為現階段外資給予台積電 一個目標價 他抓的是二十五倍的本益比 那我們把這個五八點九 乘上二十五倍 差不多就是一千五百塊左右 是降估出來 對 大概一四七多 那如果說稍微低標一點 我們可能抓個四十多 將近五十塊的話 其實約莫以 大概是在一千兩百塊左右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台積電 我們說現在也都還不到千元 九百多塊錢其實都很ok 對 還很便宜 所以說我這邊認為 多少錢可以入手 我認為只要是三位數的台積電 這個都叫做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因為如果說外資的共識 是二十五倍本益比 我們保守一點 我們抓二十倍 那其實明年度的話 其實原則上我認為五十塊 對台積電 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對 那五十乘以二十 其實原則上台積電千元都是 應該是屬於他的地板價 所以我認為說三字頭台積電 甚至像那個時候劉德英董事長 這被採訪的時候 他還說 台積電就是讚啦 對 八字頭還不敢買 退休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對啊 八八八的台積電 對不對 這麼好 這麼好兆頭 所以我認為說 不論是九字頭八字頭 只要是三位數的台積電 都是值得入手的 好 我們先休息 想要稍後來看到 如果說你賣掉一張台積電 可以參加一個高檔之旅 你會選擇去參加嗎 我們稍後來看 那這個紐約曼哈頓的豪宅開箱之旅 要價八十八萬 到底多奢華 稍後來看 剛剛我們提到台積電 如果賣掉台積電 能去參加一趟奢華之旅 八十八萬 陳彥你會去嗎 那我至少要有兩張啊 不然我賣掉我就沒了啊 所以至少要兩張嘛 那其實現在 大家在看這個奢華之旅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體驗的過程 因為這個八十八萬 其實是這個有業者 他們去做的 然後這個七天六夜的行程 當然一定要去開箱 四大頂級豪宅 曼哈頓 在美國什麼叫豪宅 你說像川普他們住的那種公寓 實際上是沒有隔間的 然後又是落地窗 他就是落地窗 而且看出去就是要是中央公園 而且這時候你洗澡出來 沒有穿衣服 站在落地窗前面 你也不用害怕 那完全就是帝王的姿勢 俯瞰天下 那不得了 那當然這一次的行程 從航班落地以後 就有專屬司機有配車 更重要的是博物館驚魂夜 為什麼 閉館以後 不受打擾的專屬私人導覽 那這時候恐龍會不會突然動起來啊 什麼這個可以感受一下 再來廣場飯店 這個非常知名的廣場飯 甚至你要入住是很不容易 百年歷史 再來到米其林餐廳用餐 好那當然我剛才講的 這個四大頂級豪宅 包括中央公園塔啦 還有這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 你從影片看到這種 三百六十度的景觀 當然去完以後回來 只會怨恨自己 為什麼沒有賺那麼多錢 不過我就感受一下 那現在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的 現在也是這種所謂的思想旅遊啊 這個品牌 他們去做的一個 讓你去住漫古文華東方 那你說 陳彥剛說有住過嘛 對 當然 當然我是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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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住過 對 我經過 我上個廁所我就走了這樣子 因為要感受一下嘛 他現在有這種所謂的 住房的一個優惠 那我其實蠻鼓勵大家 因為其實台北 大家也常經過這個文華東方嘛 那如果你到東南亞 不管曼谷也好 或是吉隆坡也好 其實相對入住的成本會比較低 但這一家為什麼特別有名 因為一八七六年開幕喔 一八七六年喔 這個數字你要哇一下配合一下 這麼多年的歷史對不對 一八七六年耶 對 那為什麼說此生必住 因為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戴安娜王妃都住過 所以他們就說王室招待所 所以我那時候去上